大家好 欢迎收看Hurry的视频 很多东西怀旧不一定能够找回当初的美好 但其中一定不包括这一款美食 它可以传承下去 每一代的大朋友都会希望亲手做一款 脆落椰香甜薄餐 给家里的小朋友品尝 今天就要我们重温和分享家庭版的制作方法 请订阅 分享和赞 记得按旁边的铃铃 不要错过芯片出街 非常感赞 我们先做馅料 中火开锅不用放油 稍后锅热后调小火 放入生花生仁炒 需要不断轻轻炒 大概看到花生仁有少少的焦黄食 有香味就可以关火出锅 花生仁就去医 不要等放冻了才去 那个时候的花生仁就不容易去 注意温度不要烂 动作快速就可以了 厚了医后的花生仁就放在搅拌机里面打碎 不要打成粉 只需要打碎就可以了 中火开锅 将椰蓉 花生仁 白芝麻 放入锅里面混合轻炒 今次的椰蓉 是我上次做椰奶西米露的时候流出来的 闻到香味就可以关火了 加入凌卡糖 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做薄餐皮 拿一只大碗 放入糯米粉和小米粉 加糖搅拌均匀 放一点白糖的原因 是除了令薄餐皮脆一些之余 还能够改善粉味 之后加入过滤水搅拌均匀 直至看不到的颗粒 用一个西网过滤这碗粉浆 无求更加幼滑 如果滤网上边有粉浆 可以用根筋压一下 擦一点油在平底锅里面 粉浆倒入锅里 把锅轻轻拦一下 令粉浆均匀布满底部形成一个圆形 这个时候再开小火慢慢煎 新手我就不建议先开火 因为如果锅里面的温度太高 粉浆会落锅的时候就僵住了 就没办法摊成饼 擦一点油 小火大概煎三分钟 一定要是小火才会熟得均匀的 你千万不要心急 给少少耐性 煎熟了一面之后 就翻另外一面煎三分钟 这里分享一下使用的锅铲 大家用硅胶锅铲 其他质地会很黏的 煎到金黄色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马上将薄餐皮平摊在大碟里面 咸料均匀地刷在薄餐皮上 这里提醒一下 一定要趁薄餐皮还是热的时候卷铲料 否则薄餐皮冷了之后 就会变硬卷不了 卷的时候要慢慢来 不要心急 卷好之后用刀切三分或者四分 随你喜欢 正如的粉浆也是重复这些步骤就可以了 而且薄餐一定要趁热吃 而且薄餐一定要趁热吃 放冻了硬了就不好吃了 那剩余的粉浆也是重复这些步骤就可以了 剩余的粉浆也是重复这些步骤就可以了 软糯的口感 椰丝花生和芝麻的香 餡料的取甜 各种层次兼備 和薄餐各有千秋 中也好西也好 在一个吃货的嘴里面 根本不分东南西北 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美食 还没关注的朋友 记得按旁边的铃铃 多谢你们的支持